虽然同龄女星有的都已经在演太后和奶奶了 但依能静仍旧看起来三十如许 因此即便她的造作和矫情 常常让人看得鸡皮疙瘩骤起 但对于许多女性受众来说 她仍旧是颇受追捧和效仿的 在这种情况下 依能静最近又有了事业新规划 走起了情感教母的人设 想着到时候她又可以卖书卖课出风头 毕竟客观来说 依能静虽然是歌手出道演员走红 但真算有点成就的其实环 是写书和擅长说心灵鸡汤 本来她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结果最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她老公秦浩太得意了 所以她和游王导演就日英气生情 片场擦枪走火的事情又被很多媒体大肆发酵了 在这种情况下 依能静只能暂时搁置一下自己的表达欲和创作欲 免得出来营业时得到的不是仰慕而是同情 毕竟主流情绪下一个女人因出轨被扫地出门 实在也不能说太圆满 其实过去发生了什么根本不重要 做人活在当下目视前方就好 就拿一能静来说 现实的她老公贴心 儿子可爱 女儿懵懂 自己还长春不老 这就是妥妥的人生赢家 所以她也不必瞻前顾后 以她的嘴和笔 想要忽悠点人来捧场 那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吗 小兰真的是 阳静 静 明一阳 静 静 静